注意看 当郭晶晶用难度分价值3.1的107B动作 完美演绎了什么是水滑消失数据 外国教练们再也坐不住 谁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同样的跳板 同样的动作 自己国家的选手总是在比赛中乍赢 而中国选手却能如此出色 这是14年前北京奥运会 女子三米板跳水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12位来自世界各地的 顶级选手汇聚一堂 话又说回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当属中国梦之队的两位超级明星 郭晶晶和吴敏霞 然而俄罗斯老将帕卡琳娜 则是当时唯一一个最有可能击败梦之队 打破中国队三米板垄断局面的选手 可是本场比赛 郭晶晶和吴敏霞却完美诠释 何则天下无敌 分则各自为王 比赛拉开序幕 第一个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哈特里 他将要完成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哈特里首跳最终得分为70.50分 接下来上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卡尼奥托 他将要完成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卡尼奥托首跳最终得分为72.00分 紧接着是中国选手吴敏霞的第一跳 他将要完成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吴敏霞第一跳 最终得分为72.00分 压轴登场的是31岁的 俄罗斯老将帕卡琳娜 他将要完成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俄罗斯老将帕卡琳娜 首跳最终得分为81.00分 最后上场的是郭晶晶 他的首跳将要完成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郭晶晶首跳最终得分为81.00分 很快第一轮比赛落下帷幕 郭晶晶和帕卡琳娜不相上下 以81.00分并列榜首 吴敏霞则暂时与卡尼奥托并列第四 接下来是加拿大选手 帕特里的第二跳 他将要完成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1 帕特里的第二跳最终得分为80.60分 随后登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卡尼奥托 他的第二跳将要完成107C 向前翻腾三周半爆息 难度分价值2.8 卡尼奥托的第二跳最终得分为67.20分 然后是中国选手吴敏霞的第二跳 他将要完成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难度分价值2.9 吴敏霞第二跳最终得分为75.40分 紧接着是压轴登场的 俄罗斯老江帕特里的第二跳 他将要完成2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俄罗斯老江帕特里的第二跳最终得分为75.00分 最后是郭晶晶的第二跳 他将要完成305B 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郭晶晶第二跳最终得分为84.00分 很快第二轮比赛结束后 郭晶晶以总分165.00分 领先帕卡琳娜霸宝第一 吴敏霞则是跌到第五 紧接着轮到了加拿大选手 哈特里的第三跳 他将要完成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哈特里的第三跳最终得分为75.00分 接下来上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卡尼奥托 他的第三跳将要完成5152B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难度分价值3.0 卡尼奥托的第三跳最终得分为60.00分 随后登场是 中国选手吴敏霞的第三跳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1 吴敏霞第三跳最终得分为75.95分 然后轮到了俄罗斯老将帕卡琳娜的第三跳 同样是完成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俄罗斯老将帕卡琳娜 第三跳最终得分为80.60分 最后是我国选手郭晶晶的第三跳 同样是完成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1 郭晶晶第三跳最终得分为88.35分 很快第三轮跳水落下帷幕 郭晶晶以253.35分 顶先帕卡琳娜16.75分 继续位列榜首 吴敏霞则以223.35分排名第四 接下来是加拿大选手 哈特里的第四跳305B 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哈特里的第四跳最终得分为72.00分 紧接着是意大利选手 卡尼奥托的第四跳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卡尼奥托的第四跳最终得分为67.50分 然后是中国选手吴敏霞的第四跳 305B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吴敏霞第四跳最终得分为85.50分 压轴登场的是俄罗斯选手 帕卡林纳的第四跳305B 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俄罗斯选手帕卡林纳的第四跳 最终得分为82.50分 最后是中国选手郭晶晶的第四跳 将要完成5152B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躯体 难度分价值3.0 郭晶晶第四跳最终得分为76.50分 很快四轮跳水结束后 郭晶晶依旧以329.85分 领先俄罗斯选手帕卡林纳排名第一 吴敏霞则是位列第三 落后帕卡林纳10.25分 接下来是最紧张刺激的最后一跳 冠军即将揭晓 加拿大选手哈特里最后一跳5152B 难度分价值3.0 哈特里的最后一跳 最终得分为76.50分 总成绩达到了374.60分 随后登场的是意大利选手 卡尼奥托的最后一跳305B 卡尼奥托的最后一跳最终得分为82.50分 总成绩达到了349.20分 紧接着是中国选手 吴敏霞的最后一跳205B 吴敏霞的最后一跳最终得分为81.00分 总成绩达到了389.85分 压轴登场的是俄罗斯选手 帕卡林纳的最后一跳5152B 俄罗斯选手帕卡林纳的最后一跳 最终得分为79.50分 总成绩达到了398.60分 最后是我国选手 郭晶晶的最后一跳405B 此时的他只需要拿到8分 就能将金牌收入囊中 郭晶晶最后一跳最终得分为85.50分 最终中国跳水女神郭晶晶 再次创造了奇迹 以415.35分成功未免冠军 帕卡林纳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以398.60分获得亚军 发挥出色的无名侠 则是以389.85分摘得同牌 看完本场比赛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大家踊跃评论